考卷不會寫就回去找媽媽 請媽媽幫忙寫 很沒意思 你選你吃飯要做嗎 對 這食安的問題 這吃東西吃到中毒的問題 這問題就是 地方衛生局要先處理第一線 你第一線 台北其實所有的公務體系裡面 主管最多 你第一線 這便宜通報說有人可能是食物中毒 你就要隨機處理 隨機了解 看到什麼政策 你當然聽到第一線 你覺得這也沒什麼 可是這家所有歡迎的病院 大部分都是台北市 你要快啟動機制 人家這間媽媽有查到 你們其他的病院通報一下 有沒有類似的症狀 或是診幾天有沒有 或是接下來幾天 接下來還有人這樣 都要通報可能是同一件事 台北市政府 沒有做這些事情 應該是北市府全部動起來 對嘛 他們有一個醫院的通報系統 為什麼第一線出現的是 22號去吃的人 到時候出現19號去吃的人 又回溯回去問說 你們今天還有別人的病院 有查到這個嗎 到時候有一個台南的 一個女孩子有上網說 有我一天也是這樣 我是覺得這沒什麼 我就想要漏賽這樣而已 好 他知道原來他也是 就這間餐廳的這個人客 對 這個事情 其實這討論這樣幾天 反正有人在討論說 台北市的質疑 新北市的質疑 衛福部的質疑都沒有 大家在討論的事情都是說 這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可能有人會下毒 或是怎麼樣 你講我們 你哪有辦法這樣 自己跳出來說 這事情拜託中央 他今天去行政院說什麼 你知道嗎 他去行政院院會說什麼 他說 可不可以請中央院快一點 趕快跟我們市民講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會全力配合 你是在說什麼 市長又推給中央了 你是在說什麼 推出中央 動作這麼快的就是了 你不知道 這種人都比你的SOP 上面那個開開案也是 那時候都中央要處理 我曾在討論這件事 我說這台衛福部 食藥署 疾管署 很嚴重 都沒有在說什麼 新北通報給台北 台北當時通報 都沒有在說什麼時間 怎麼樣怎麼樣 今天討論而已 今天早上就沒提 寫一筆評論說 什麼這什麼中毒 什麼急進風 中央萬能中 開始的衛福部 這沒道理吧 這就是衛福部 食藥署 疾管署 自己挑進來 說不要關什麼 新北 台北 先把事情捕好清楚 對 現在這樣 講完我們今天早上 可能看到這批而已 隨便康行程 拚去行程圈圈圈 說我們台北都全力配合 對 希望中央 趕快釐清真相 會不會太扯 這餐廳是台北市 對 你第一時間 他第一時間 不叫他的相關的店庭業 他只要叫那間 這間是台北市 有在營業的有三間 一個是繞河街 一個是台北廚島的 微風來樓頂 總共有三間 他是到第三天 跟宣布說其他兩斤也要停 其他兩斤這三天 就繼續在賣 不是你可以預防性的 你可以跟這個老闆說 這個在賣這個老闆 你也拜託你讓我們查一下 你這兩斤什麼分店 你暫時就不要賣 對 已經有人吃出問題了 雖然我不能強制 我也不能道德勸說 叫你先不要賣 叫你先關起來 他這事情可以去做 也沒有做 好 所以張衛福部挑戰說 我知道台北市 新北市檢測這個實驗室 檢測的量什麼種類 可能不夠 因為這個案子長得很奇怪 張完璧一到26號 完璧聲說這個很特別 恐有擴大了趨勢 怎麼樣 對 總共說好 那我來幫忙 驗各式各樣的 什麼細菌 病毒 什麼什麼檢測 是總共自己挑戰 對 現在武教怎麼樣 台灣的政理現在武教怎麼樣 武教什麼人先 他們跳出來說我來盜改管 我來盜處理 那就是你的錯 今天衛福本來都不要出來 可能現在衛福沒事情了 現在台灣變成這樣 對 講我們都沒出來沒事情 今天跳出來說你中央快一點 你驗快一點 趕快釐清真相 我們會配合 他又被剩下 對 這樣沒意思啦 人家選你做市場 上面開開案 已經跟你說了 你要多做 小朋友都要多做 這是私安的問題 現在大家出去中途 看到那個過仔條沒人敢吃 對 現在人心黃黃了 看到那個米類做的東西 沒人敢吃 對 你說買什麼越南河粉 什麼 欸 現在也生意很壞 誰敢吃 對 你台北市政府 你第一時間沒出 好了啦 現在大家要開始追究 做的就來追究啦 你不懂 現在追究下去 就說我們都衛福部的事情 台北市都沒事情 我說這樣做一個地方父母軍 實在很沒意思 對